非常的抱歉 只要造成大家那麼多的困擾 九十度鞠躬看似真心認錯 但悔改的誠意 好像沒有腰彎的那麼多 警方來到他的租屋處 尋找詐騙證據 當年十六歲 塔羅牌少年黃岐 成年後越騙越大 連前總統陳水扁都被他騙過 進出法院成了家常便飯 你騙了六百萬嗎 黃岐的詐騙方式 幾乎都是鎖定信用卡 這次居然連ApplePad 都成為他盜刷的工具 他先取得被害人個資後 打電話給銀行客服 聲稱自己剛從美國回來 而且還是知名隱心林青霞的助理 要求客服人員 幫他更改信用卡電話 但因為可信度不夠遭到拒絕 黃岐立刻變臉 指控客服態度差辦事不利 還威脅要提告 使得銀行人員心生畏懼 只能同意更改 滿桌名牌包高檔金品服飾 加起來至少五十萬 全是倒刷得來 但奇怪的是警方只有接到 兩家銀行報案 損失金額僅僅七萬元 那剩下的四十三萬 受害者在哪裡 站在銀行的本身來說的話 因為他們不希望說 今年全力衝刺的 Apple Pay業務會受到這些詐騙案的影響 所以在銀行業本銀行本身來說 對於這些事情的話 是寧可大事化 小事化五的一個心態 入住澎湖高級飯店 還要求深等套房 黃岐使用Apple Pay行動支付 不需要驗證身份 倒刷一堆錢 拿被害人的卡放肆玩樂 由於被害人必須等到 每個月的結帳日 才會收到帳單 銀行確認停卡 還要再等兩個月 這段空裝期剛好讓黃岐 肆無忌憚刷個痛快 看著行員不敢報案 擔心信用受損的心理 讓黃岐詐騙得手多起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